一名货车司机在连货高速行驶时被密封遮伤 摔倒在几米高的路基下 步行人士赶来的九泉高速交警 深背昏迷的货车司机爬坡的画面 让无数网友破防 这天大货车司机正常行驶在连货高速上 由于天气太热 在开窗行驶过程中突然飞进驾驶室一只蜜蜂 司机试图驱赶几次都没能将蜜蜂赶出去 受了惊的蜜蜂顺势遮了司机的身体 对风毒过敏的司机瞬间就感觉全身不舒服 头晕胸闷等症状随之而来 为了安全 他急忙将车靠边 艰难的下车寻求帮助 此时的他已经昏昏沉沉 走路开始亮亮强强 正当他走到护栏边时 一个不小心便摔到了路基下 万幸被过路的群众发现并报警 九泉川北高速大队接警后 立即组织警员前往救助 交警赶到便看到顶着烈日 躺在路基下的火车司机 看着神志不清无法动弹的他 交警试图询问症状 司机呼吸困难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情况不容乐观 马上送医已经刻不容缓 此时时间就是生命 必须要争分夺秒了 两名交警拉起司机 但司机四肢无力 根本不能行走 眼前又是高三米的血泊 没办法 其中的一名交警 只好背上160斤的司机 先爬到护栏上 斜面的路基上有不少碎石 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 即使有两名交警在后协助 但由于坡度大 没有着力点 他们爬起来依旧相当吃力 前面的交警踩到了碎石 脚下不停地打滑 后面的两人稳住并使劲地推 好几次都差点摔倒 交警手脚并用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护栏边 此时身被司机的交警 早就已经气喘吁吁 他用尽力气撑起司机的身体 为了给司机争取宝贵时间 他们及时将司机抬上巡逻车 在接警后 他们就提前联系了120 在沟通协调后 救护车到高速的收费站 等待接力 同时他们也提前和运门收费站 取得联系 希望他们能打开绿色生命通道 他们则以最快的速度 向收费站驶去 途中 车上一名交警紧紧握住司机的手 另一名交警则不停地帮司机顺气 并不停地安慰他 让他不用担心 医生已经在前方等候 到达收费站 医生和交警合力将司机转移到救护车上 由于司机呼吸不畅 医护人员给司机戴上了氧气面罩 转移司机后 川北高速交警并没有就此离开 为确保救护车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医院 他们则在前方为救护车开道 并不停地喊话 让前方车辆注意避让 车上有急救人员 在交警的一路护送下 五公里的路程 他们只用了三分钟便赶到了医院 抵达医院后 交警配合医护人员 将货车司机送往急救室 医生在紧急治疗 几名交警就在一旁等候 直到司机脱离生命危险 看着驾驶员恢复了一点意识 交警才准备离开 但此时的货车司机却不让他们走 稍微恢复意识的他 始终挂念着他的爱车 那可是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直到交警跟他解释清楚后 货车司机才放心下来 交警留了自己的电话 让货车司机安心治疗 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他们 交警暖心的语言 不仅安抚了司机的心 也感动了无数网友 我们为交警尽职尽责 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 他们默默付出 守护着人民的安全 几天后 交警去探望了司机 得知他已经完全康复后 大家闲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司机一直握着交警的手 对交警表示由衷的感谢 他说 川北高速交警是他的再生父母 是他们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正是有了高速交警的统筹和紧急救助 才为司机争取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交警的及时救助 让这名外地司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出院后不久 护车司机特意从宁夏不远千里 赶到九泉市川北高速公路大队 将两面锦旗送到了交警手中 专程表达高速交警紧急救助的感激之请 据马师傅回忆 在他被封折后 下车就瘫倒在路边 之后又不小心掉下了几米高的路基 正当他意识模糊神志不清的时候 幸好高速交警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救助过程中 高速交警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为民服务 让人感动不已 我们看到了高速交警的无私奉献 和关怀群众的精神 他们不仅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好感谢